现在医美诊所林立 光是在台北市就有158家的诊所 那么其中三成是集中在东区非常的密集 但是呢一届就推估了 因为半衰期是不到三年 因此有三成的医美会先倒闭 如果不继续推陈出新的话 很容易被淘汰 在台北街头抬头一看 满街都是医美诊所广告 靠除中大型医院 合格医美机构就有172家 其中158家是诊所 光是在东区就有三成 但是这样的荣景来得快 去得也快 三年就能够见真章 由于是推估大约三成的诊所 两年内就会倒闭 半衰期不超过三年 淘汰速度相当惊人 过去的那个诊所的消费纠纷的历史 他们通常是在一年半到两年的时候才出问题 也因为竞争激烈大打价格战 民众不见得捡得到便宜 在网路上大约看到某一个治疗 大约是多少钱 上下30%其实是蛮合理的 避免陷入低价迷思的陷阱 才不会在日后演变成医疗纠纷